什么他妈的大陆人 这个人呢 我们都是他妈的支那人 我们他们国家是支那 我自己感觉我就是一头猪 只是说我能跳出去 我跳出来了以后 我不再做猪了 要想让中国大陆人 认识到何为尊严 何为人格啊 人类的尊严和人格的话 首先得跟猪狗比 跟猪对话 问问那个猪啊 猪啊 你以生俱来就有什么权利 上天竟给你什么权利 猪就告你了 你跟猪对比完以后 你猪有的 人类没有 中国大陆人却没有 那被谁剥夺了 那剥夺了为什么不讨回来啊 不争回来啊 所以说你连猪都不如 你何来人类的尊严和人格呀 那不胡说八道吧 是不 哎呀 你到奴村你看看 那个猪炮了 这叫敲猪 敲完那个猪啊 还给消消盐 给缝上 还喂两个鸡蛋 你看敲人 有没有猪 有没有猪炮篮子 敲猪炮篮子 那个待遇 有没有 那都还孕 都八九个月了 生给你掏出来 子宫都给你掏烂 这就是人的罪 这就是中国大陆人 所谓知大人的人格 OK 如果是在冷兵器时代 共产党早就被我们推翻了 现在是什么高科技时代 太难了 所以只能希望是 寄负在这个 让更多的人 受到启蒙 清醒的人越来越多的话 共产党的统治就越来越难 时间长了以后 共产党肯定要完蛋 就是连他们鸡吧 和逼享有的权利 都要控制你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靠武力 如果推翻了共产党以后 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权 中国这些暴民 很多也是暴民 能就是怎么说呢 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啊 但是有很多 当然像杨家那样的 夏俊峰那样的人 他就不是做奴才的基因 一默化的都变成了奴隶 所谓人格 所谓尊严人格 是跟你的 与生俱来的 所有的躯体 全部脏器 一样 是摊里带的 天生的 被谁剥夺了 被谁剥夺了 必须得抢过来 争回来 你不抢 不可能给你 天下没有那个海盗 那种海 那样海盗 抢完你财物了 不争不抢 不要就主动还你 那压根不当海盗多好 还落个海盗的臭名 臭名 完了那天 还要抢完了 不争不抢 不要就还给你 天下有这种海盗 尤其这么大的人口 被极少数人给抢了 给剥夺了 浩劫了 这五代人 长达一百年 你不去玩命去 去要 怕流血 怕牺牲 怕死 那你就应呗 那就暗于天命 逆来碎受 世世代代 业印宰割 有永恒的在人间 炼于你煎熬 是啊 是啊 你说的太对了 你看那个当年 那个李洪志一忽悠 就他们那么多人 就就就练那个法轮功 就相信李洪志说的话 此之外 不二法门 这个东西 上天富裕女的 你被拿走了 夺去了 所谓那个尊严的权力 都是上天与生俱来的 土话在摊里带的 你被几个小别山抢去了 抢起也好 豪夺也罢 是吧 你折得了这五代人 坑杀了这五代人 浩劫了五代人 长达一百年 那你不争不抢 能主动还你吗 现在人还做梦的 中华民族伟大 富家中国梦 怕这个什么清官民居 什么大救星 他把抢了的一切天赋 全力还给你 你做梦去吧 永远做梦吧 OK 李洪志的骗术 实际上是真的 比共产党还要作略 你说的太对了 你就别说跟共产党了 他把你的权力剥夺走了 你也要抢过来 你就放一个小孩 手里头放两块糖 很小的小孩 你管他要回来 他会给你吗 你是不是这个 掰开的手 给他抢过来 我这只是打个一个比方 这个群太好了 我怕哪天我在这 待的时间太长了 我也会咆哮了 狼群孝 人海战术 帮助老仗子打的江山 获得的政权 还得靠狼群孝 人海战术消灭他 十四亿人口 就算十亿吧 拿出五亿来跟他玩命 立马彻底消灭掉 一个人眼都不留 什么攻坚法 唐克军队 武警 特警 狗屁都不如 都不如 狗屁都不大 五亿 也别说五亿人口啊 十万人上街 你看什么效果 你问他敢不敢动 还是数量不够 帮助老赵家搭台唱戏 给臭粪的数量 极其庞大 维护绝大都是权益的人 那简直凤毛铃鸟 这家庭法不又露出来了吗 OK 这个人为造成的丛林法则 权力已经到了女人的职工 可以说无恶不作 罪恶都滔天了 这不是人民 贵民 隐民 裸民是什么 裸贵的民族 裸贵 全民皆贵 全民交签不傻 全民投降 你死猪头都能捧上天的 他万恶之源 不是那几个小便衫 那小便衫都发那么大拉 当年一无所有 狗屁都没有 那个主义都是献搏来的 而且篡改的面目全非 驴群不对 马嘴 张冠礼带 就是瞪眼睛八下 胡说八道 骗 连蒙呆骗 就玩贺门 江湖障言法 获得一个偌大的江山和政权 不大的民众去支持小叶 哪来的老赵的 对吧 所以说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中华民族 就没有共产党 也不存在共产党的什么政权江山 什么设计 压根就不存在 对吧 这个东西还是家电法 我就天天讲家电法 就讲不明白 OK 中国人呢 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 中国文化里头呢 就很大的奴才文化 中国人喜欢做奴才 中国人有那个奴 做奴才的基因 这个 这个你看其他民族 就是甭管是蒙古啊 藏人啊 这个新疆人啊 咱们不管他是不是穆斯林 这比要比汉人要有血性多了 我们他妈的汉人骨子里的 就是他妈做奴才的基因 对老话说啊 人心其太三宜啊 如此庞大的人口 十几亿之中 越吐口吐味能淹死 越撒泡尿都形成汪洋大海 那你把那个当年知识老造成 那个那种精神 那种热衷的精神 拿出十万分之一来 十亿人口拿出几个亿来 一个亿两个亿几五 你看看他敢不敢大范围的屠杀 杀完了强奸谁啊 获得谁压榨谁 是不 你靠谁奴才没有了 奴隶主自己玩啊 玩自摸啊 还是家居法 对老话说啊 你人心其太三宜啊 如此庞大的人口 十几亿之中 越吐口吐味能淹死 越撒泡尿都形成汪洋大海 那你把那个当年知识老造成 那个那种精神 那种热衷的精神 拿出十万分之一来 十亿人口拿出几个亿来 一个亿两个亿几五 你看看他敢不敢大范围的屠杀 杀完了强奸谁啊 获得谁压榨谁 是不 你靠谁 奴才没有了 奴隶主自己玩啊 玩自摸啊 还是家居法 OK 越对啊 越说越贴 越贴近地契啊 越贴地契啊 做奴才也就罢了 是不 做奴才还能组织一套奴才哲学 出来啊 像拉磨的驴似的 你给放在草原上 他跟他转圈 阿芬提就问了驴子 你怎么到草原了 不奔跑 不找草吃 你怎么跟他转圈的 那驴说了 我拉了六十多年磨了 我没有磨坊 磨坑拉了 我不能转圈 磨你拉磨吗 嘿 你看那些奴才 当奴才 连选择组织的权里面有 还振振有词 那总结一套一整套一整套的 奴才哲学 你这是最要病的 我们能想到的 共产党也想到了 所以呢 他用他的手段来给 来洗脑 来 来维持他的政权 现在毕竟不是个冷兵器时代 冷兵器时代的话 容易多了 现在还是需要更多的人明白 明白了以后 我们才能造反呢 否则的话 你不明白 谁能去 去跟他搞啊 觉得过得还很舒服吗 我他妈的家里有房子 我有工作 我妈的 每年还能出国玩去 还能什么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无所谓啊 我无所谓 我觉得我过得挺好 你别给弄乱了 我觉得社会这样挺好 你够弄饭了 我的存款也完了 很多人都这么想啊 你们跟他谈不通的 共产党把老百姓都研究透了 怎么统治 怎么搞你 人家有各种各种各样的办法 顺情说好话 赶紧讨人闲啊 民不跟关斗 穷不跟富斗 先出头的船 船子陷烂 枪打出头鸟 小胳膊定不过大腿的 不过大腿的 你看看就这一套 我都背叛了 浩如烟海的奴才哲学 一套一套的 夸夸的 哎呀 啪啪的 整天啪啪了 两千多年 到现在没啪啪够 还在啪啪啪 跟郭大学学的啊 跟郭大侠学的啪啪啪 还在啪啪的 你是这个要命 什么时候不啪啪了 不啪啪啪了 什么时候就算有一些 有一些希望了 说的太牛逼了 是啊 我上学的时候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有点疑问 有点跟别人的思想 稍微不一样 那老师马上就说 你为什么就跟别人不一样呢 你怎么那么另类呢 马上就给你就像 就像你这个 就像说的那个出头船的先了 你刚冒出点尖了 老师拿了一刀就给你砍了 所以呢 从小就是这么这么整治你 就是让你当奴隶 当他妈的 就是得听他的话 他说的错的 你也得听他的 这个民族怎么着 有什么办法呢 有您说话比较直啊 直截了当 不关华 不抹角 直接就喊话 对吧 这就是说 慷慨 诚实不计结果 你怕死 怕这个 怕大 怕这当头 最后各个击破 谁都不能独善其身 谁都跑不出高粮地 是不是 最后就是时间问题 慢慢不用打你骂你 空气污源 水源污源 食品有毒 转机 转到第三代 第五代 要你变成骡子 你就彻底废废了 OK 这个强大的中国 就是中共啊 不但对中国是个灾难 对整个全世界是个大灾难 尤其是一些华人议员 风铃不打个比喻吧 总做音频铁 那风铃链 他讲话 你不信 你瞧瞧 试试 你到天安门城楼呢 你往主机巷上 扔点 扔点污泥 和你亵渎那个毛僵尸的巷 或者给摘下来 你不用什么报警 围观的市民 游客就得一顿乱棍子 乱石头砸死你 这是一个平民整群 平民 穷鬼吃恶鬼 严格的讲 这是一个老百姓 统治老百姓 所谓约定俗成 这个民俗约定 约定俗成的东西 这老套路 老掉牙的东西 兔不兴的就能淹死人 还有什么政党统治阶级 百姓成百姓 就能整死你 人捧人 捧成神 人整人 整死人 那是没责 现在他们细胞子搞的 比他们毛泽东 比他们邓小平 比他们江时代 还那么过分 很多事搞的 你现在不是主动 不是那个 那个他的什么军报上 党报上提出来了 我们是有红色基因的 你看这种话 至少毛泽东 那个老混蛋 没有说过这种话 现在是 公然提出来 我们是红色基因 我们就是奴隶主 欺压你 打你 收拾你 杀了你 就是应该的 就你看赤裸裸的 就已经这么说出来了 因为任何人 都有朋友圈子 对吧 同学也好 同事也罢 难兄难地 铁哥们 别最后来 你喝点小酒 闹着小课 只要你闹着 说的是大实话 你抨击石壁 发小 铁哥们都得劝你 就说不反 反感你也得劝你 别讲这些 你会去谈事的 那不找麻烦吗 这赤裸裸的 没揽着找茄子低了 哎你看 这警察都找的麻烦了 国宝找的麻烦了 没有 哎 百姓劝百姓 朋友骗朋友 铁哥们 劝铁哥们 就把你劝麻爪了 这是 因为他是 他是平民整平民 穷鬼吃恶鬼 是百姓 整百姓的一个 百姓统治百姓 愚民统治愚民的 三千多年 OK 你说的太对了 你看六四的时候啊 六四的时候 有几个湖南来的人 就是毛泽东的老家来的人 往那个 往那个毛泽东 那个巷上扔东西 就被当时的北大的抗议的 就是看这个六四 要求民主 要求这个反腐败 那些学生给抓起来 扭送到公安局 结果这几个人都被判了 很重的重刑 最近呢 其中的有一个人已经死了 就你看看 就不用别人 就是要求民主自由 后来被共产党的坦克机枪 镇压的这些学生 就给你抓到公安局 你又送到公安局 这就是他妈的 都有这个奴才基因嘛 奴才文化 中国文化本身有很大的问题 就我不同意那种看法 说什么什么 就是只是共产党的问题 当然确实是共产党是登峰造极 已经坏透了 正因为共产党有这种温床 就中国文化这种温床 等于这个共产党这个马教 就是马克思这个垃圾理论 和他妈的中国这个文化中的 这个糟婆的东西 杂交在一块 这个变种的这种呢 他妈的所谓中国的特色的这种 这种中共 更坏 我在这也算比较幸运 短期内我也不回国了 回去肯定被抓起来 越说越对呀 这个 就八九六四这个事儿 话太长 他这有很多约约 其实据我了解啊 不完全的 啊 统计 八九六四 除这个教师到学子 没有一个 是反对共产党 所谓跪下来 提出来反观党反腐败 啊 这个独义是拥护爱戴共产党 希望共产党千秋万代的统治下去 他们 啊 大多数 绝大多数是机会主义者 属于得给人家霍西尼讨好的 想跟混个一官半职 这么个意思 没想到堂克军队 军队堂克的干伙 所以说 魏京生的一批 才写过来 当年他们属于忍护爱护 属于呵护共产党的统治 所以属于这个斗机 并不属于反对共产党 这是事实 他们也承认 嘿嘿 哎呀 这中国历史上 没有正了八经为老百姓推得脱离水湖而现身 没有 如是道 包括老子还是 还是什么 儒学的什么 什么 什么口 口 口子 没有一个 嗯 都是挂羊头卖狗又当表的立牌 帮着统治经历忽悠老百姓的 给出谋话 这个熟悉老百姓的 一个没有 西方有 有一个英国华 有一个古希腊的 有个苏格拉底 那这是维民 维民现身的 维民的富汤导火 哎 启发明治 OK 呃 魏京生啊 还有这些前辈啊 就是早早年那个西单民主强的这些人啊 我也认识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很佩服他们的 这广告十一句话 把天下全人类的猫里全挑明了 嗯 不看广告 看疗效 不听忽悠 看行为 说 哎 有买卖就会有杀害 有交易就会有市场 全别忘了 整个宇宙中 所有生命形式这点猫里 包括全人类的 啊 所作所为 全挑明了 是不是 哎 有买卖就会有杀害 有交易就会有市场 十几亿之中 形成的啊 万人空向的 有人不断的庞大的买方市场 把臭高屎都能卖到天价 所以 那就能创造整个宇宙的气吧 不会 确实有有姓杨的 杨起来讲啊 大风科里能蹦出大鲤鱼呢 蹦出鲤鱼是人能扔进去的 是吧 嘿嘿 你不抓紧捞后来 马上就熏死他 是吧 啊 化分辞里的长出牡丹花呢 土养学的品质啊 什么民族产生什么政党 五大郎 二叶帽子 什么人玩什么鸟 这个沙漠是生命率最旺盛的 通常就是杀生子 献人的啊 那个东西不用研究 嘿 嗯 这个老赵就玩这套 什么马主义 李主义 舶来的骗 政治骗术啊 说的骗术都有点夸张 就是 业余江湖的障眼法 嗯 简单的骗术 嗯 为什么是 哎 是良神定做的 因为这民族他不识术 哎 换点新玩意来了 外来外来的何人好念经 一忽悠就忽悠 脑一大片一大片 嘿 哎 忽悠了五代人 强大一百年 到现在乐此不疲 你这个东西 呃 他跟我说反正也不怕了 哎 怎么着怎么着呢 反正我都这个岁数了 七十多岁了 你愿意怎么着我怎么着我吧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事闹大了 中共未必敢害的 共产党搞这套 是什么的太有手腕了 这个世界挺有意思的 两股邪恶的东西 一个是这个中国共产党 一个是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原教旨 这个这个东西 都想统用自己的方式来统治这个整个世界 这个两个东西呢 都是靠制造制造这个恐惧气氛 呃 伊斯兰教也是靠制造恐惧 呃 共产党也是靠制造恐惧 他人的愚昧有无知啊 是骗子最肥沃的兔养 是骗子源源不断的财富啊 是骗子啊 他人的愚昧有无知 是骗子们源源不断的这个财富 是骗子们的造型大管道大工程 这个东西的多简单的尝试 就是不认识 整天是 谁不知道共产党有问题 有罪恶都滔天了 体制有问题 你连死猪都知道 你就单向的 平面示威 镜像示威 投影示威 只看起表不看起 你这探讨 十亿光年都白探讨 呃 你得找到源头 你把全世界的病毒消灭掉了 温床没找到 呃 病毒消灭完了 温床还在支撑病毒 你不解就 不解决根本问题 呃 有什么用啊 这治表 头疼一头 一头疼一头 好的明白 那个北朝鲜那边呢 我是只是看了一些录像 然后呢 就是那种那种呃 人偷偷的带着一个很小的摄像机进里头偷拍点赶紧就离开北朝鲜了 我是看过这些东西 治标不治本 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哎 你把所有的士兵都消灭掉了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哈哈 银盘就消灭掉了 啊 流水的兵就消灭不掉 你把兵消灭掉了 你民就消灭不掉 是吧 你把骗子消灭掉了 哎 你傻子就消灭不掉 所以傻子多 那会儿 闭言骗子就少不了 愚昧成全了伟大 无知衬托了神情 我们就被听说一大群傻逼 十几亿之中 还有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啊 就胡说八道 瞪眼八瞎 就骗了五代人 差点一百年 你说少数人骗术高明 还是多数人 他把大脑有问题啊 先天不足 是不是啊 所以美国这些采访 魏京生 魏京生 咱们当年呢 八九六四不是说反对共产党 我们只是给他提议的 合理化建议 希望他能千秋万代统越 去往我们体制内的 跟这点关 没想到 没想到的吧 做梦 发自内心的 我能感受到 好吧老先生 那您休息 当时咱们 那你的明天咱们再聊 好 晚安 别太腐败了 别太官岛了啊 别太做的 别太过了 是吧 要老美性的 都正常穿口气 哎 政权也到手了 你这说 春风得意 呼风得雨的 你 你不得正的没完没了 就折折老百姓了 啊 什么都垄断啊 还腐败 还垄断 什么都限制 百姓可怎么活啊 那么早晚你政党 不得你 你激起民愤吗 那不就炸了 你就不会统治长久 他们骨子里是希望共产党能调整调整调整改一改啊 别太腐败 别太官党 别太过分 是吧 别太不像了 完了 那千秋万代统织 他们这些人跟气点光 没想到调动军队弹阔的大伙 我这傻的血流成河啊 就像刘晓波先生提出来的 我没有敌人 和平理性非暴力 你和平理性那叫一厢情愿 你和平那是你的问题 你的理性甚至是你的问题 你非暴力也是你一厢情愿的问题 你没敌人也是你的问题 跟人家老赵就不爱 消灭你的 谋杀你的就是你 和平理性非暴力和没有敌人 就给你来个临床报告 证明你敌人是谁 就正是你 对吧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天旦觉醒额霸 没有路 一条路都没有 听到没有 决绝的路早就走绝了 别抱任何幻想了 实在你过不去自己 你就中华民族伟大 呼吸中国梦吧 就跟着老母猪对话 做梦做梦 去去没事来 自我心里暗示 玩一人 来制作 你刘晓波先生不 不提出来 和平理性非暴力吗 宣称我没有敌人吗 那立马就给你个眼罩带 告你谁是你的敌人 也不给你上刑 也不给你公开审判 是吧 也不给你罗织什么其他罪名 是吧 已经有罪名了 要颠覆政权罪啊 什么罪啊 对吧 跟预案里边就整死你 谋杀死你 想让你死办法多了 中国人研究别的不行 你什么发明 他都蚂蚁穿斗提不出来 中国人整人 那是世界一流 人群里绝无均有 首屈一指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空前绝后 有的是办法 争辞你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你不没敌人吗 马上就要知道 谁是敌人 如果再来一次 六四这样的群众运动 要上街 很多人上街 反腐败啊 就不用管反腐败啊 就是这个对共产党不满 去发泄啊 或者去抗议啊 保证共产党的镇压要比上次六四的时候还要很多了 身边的很多人也是这么告诉我啊 你都在美国了 你都已经离开那个臭粪坑了 你就好好的过吧 你不要再管这些事了 你就好好了 你是不是想等你回国的时候再被抓起来啊 该怎么着呢 你想这个共产党制造的恐惧都能制造到美国了 在这个美国很多人都不敢乱说乱动了 现在 是绝对正确的 这位先生判断 那这可不是想当然 这是逻辑推理推理出来的 多肥啊 自首可热啊 几个小憋傻 统治弱大个民族 十几亿之重啊 要啥来啥呀 真金白银自然之源 再生自然 人力自然 所有的财富 极少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那得玩命镇压你 那是肯定的 那就不是八九六四上百万人要死了 对吧 那就看见老百姓如何作为 你要人群达到一定数量 他就废了 他也能够走个过场 比划比划 放两个二体脚 但是那么人山人海的乌鸦一片 你百万千万上亿人一鼓上嘴 那都吓人的 那他就废了 就是人口 你的人的数量到不到 数量到一定程度 立马就废 数量少不行 OK 比如走出国门 更不怕的 有不怕的道理 怕也没有用 我们本身就在魔鬼的 在魔鬼的魔爪下 对吧 在人间炼狱里 就是什么时候死的问题 可百分之百 没有人都独善其身 没有人能够游离于这个世外 游离于这个人间炼狱 就是时间问题 上面喊一掌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挑逗群众 逗群众 大捷律 大捷法 立马的全国老百姓 又一次灾难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翻版 还得抽烟 那这个悲剧比当年还得严重 当年那个文革的时候 人们还有点傻劲 说 还不是那么太功利 现在的人就是钱 给点钱 给个房子 给个女人 玩命的举报 好得了啊 所以我们也不怕了 怕都怕的 又怕 又怕的 胆越大了 我们在恐惧中 锻炼出来了 不怕了 不怕死的 不过生死二日 我们的所谓的 就是大脑 就是我们大脑 就是吃大一杯 也想明白了 你怎么着都跑不出高了地 就早一天晚一天 早晚早死晚死 就五大郎复读 服也是死 不服也是死 就是那个祸死祸了 就什么时候死的问题 所以怕也没有用了 该说说 该干啥干啥 有话就说 有辟酒饭 慷慨 真是不计结果 顾不了那么多了 一把年纪了 他不整死 我还得活几天 所以想开了 人生也就生死二日 想开了 也就从容了 也就豁达了 也就无所畏惧了 那么两千年古人说了 名不畏死 奈何以死 句子 怕有人怕死就不死了 要怕死最有效的办法 压根儿变出生 一出生就预约死亡 要怕死亡的唯一办法 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变出生 不出生就不存在死亡 OK 没有走出国门 更不怕的 有不怕的道理 怕也没有用 我们本身就在魔鬼的 在魔鬼的魔爪下 对吧 在人间炼狱里 就是什么时候死的问题 可百分之百 没有人都独善其身 没有人能够游离于这个世外 游离于这个人间炼狱 就是时间问题 上面喊一嗓 第二次文化大小命 挑逗群众斗群众大解体大解法 立马的全国老百姓 又一次灾难 第二次文化大公司的翻版 还得重演 那这个悲剧比当年还得严重 当年那个文革的时候 人们还有点傻劲 说还不是那么太功利 现在的人就是钱 给点钱 给个房子 给个女人玩命的举报的 好得了啊 所以我们也不怕了 怕都怕的 越怕的胆越大了 我们在恐惧中锻炼出来了 不怕了 不怕死的 怕的有啥用 人在家中做货从天上来 现在这城里还没抢完 抢东村 你做梦都想不到 那算计底 也就是在老百姓的名处 这门户大开 原来一根一根都透明的 也老照着暗处 现在我告诉你 房地产又归佛产局了 你的暗箱操作 你都不知道咋回事 有一天钱给你扒了 你们楼房就给炸了 现在就开始了 炸楼 毁楼 什么超过二十年 十几年楼房 要身体改造 怎么办 崩了 炸了呢 没有楼了 对不对 你买楼楼就去 七缺了 对吧 你总有的是办法 做的老百姓 百姓你要这么无 无底线 无原则的 无休止眼前去 那你的灾难是不断的重演 这是没有跑的 这是事严规律 这个东西是用不着去设计 用不着探讨 你上天给你的功能和权力 你必须得玩命去争 对了 对吧 你被抢劫了 被打劫了 你不去争回来 没人会主动还你 你想不死人 想不出一滴汗 不流一滴血 就想改变屠夫 改变豺狼的本性 那是不可能的事 尤其急重难返 近百年的罪个都滔天了 没个改 他一条缝都没有 他把自己的路 摆在走的死死的 他一带去 学家带口 大逃亡 震惊白人大多疑 他就等一个动静 老百姓 哗叫全起来了 他就撤了 现在已经就撤了 就那么几个 中国人外国 几个的上面晃悠的 忽悠的 不是民众的问题 谁的问题啊 十几人口啊 十几人口 不丢一个洋家 不丢一个 烤洋串的夏军风 这不就是 答案就找到了吗 OK 是啊 我就真的不明白 那个 我就看那个 好多 好多那个视频上 那个人被公安 或被那个 这个 这个什么 城管 那么打 那么打得那么狠 怎么就是 不敢拿刀就砍呀 但是也有拿刀就砍的 他到那种情况下 还不反抗 还不他们的拼死反抗 那老婆孩子 都叫人给打了 就这么看着 就这么 就是这种 就这么 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是吧 所以那个像杨家 夏俊峰这样的人 真是好样的 太少了 你好 王先生 应该是先生吧 我在洛杉矶这边 我在 这个 这个一个城市 叫帕斯蒂娜 我想 你是不是在美国东部啊 在 你是不是在 纽约附近 那个老爷子 真是思维敏捷 那个说话太太好了 说的 说的那个 那个语言组织能力 非常强的 虽然我们在海外 但是看着国内 这个操心 天也挺难过的 因为看着新闻啊 我们看着的更多 我们看到的 我们知道的情况 比国内知道的还还早 还看到的东西更多 所以呢 心里也是非常堵 看着自己的国家 这么烂 被共产党 被 被这个等于除了被共产党 也被民众自己给 操成了这个样子